大家好我是少华 欢迎来看本期视频 那么昨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 非常非常详细的iPhone更换铃声教程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说的太过于详细了 所以说把一些本来就对步骤不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给说的有点晕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极简的操作步骤的演示视频 那么在开始说这个设置方法之前 大家手机上面要安装好这个百度云盘 或者说其他的云盘客户端 以及苹果自家的Glogeband录音式软件 那么首先将我们已经下载到百度云盘的铃声 转存到我们的Glogeband文件夹下 然后打开这个Glogeband 打开之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点击这个音轨的选项 往左滑动找到这个录音机 点击记录 那么进入之后 点击左上角的第三个图标 进入到录音轨道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选择音频文件 然后长按 并且将铃声拖到我们的录音轨道 那么点击左上角的返回我的乐曲 然后长按 点击共享 导出铃声即可 那么这个操作步骤 虽然说听起来非常非常的麻烦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相当麻烦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用手机来给iPhone换铃声 那么建议大家理解一下这个步骤 那么理解之后呢 其实操作起来还算可以 但是呢 我是真的没有欲望 再更换iPhone的铃声 相当麻烦 那么今天的简单分享呢 就是这些 喜欢不要来关注我的微博 以及微信公众号 少华有待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See you